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颁奖典礼于当地时间八日晚举行,由导演王家卫先制,则东电影出品制作,藏族导演万马彩蛋指导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斩获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这也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唯一一部获奖华语电影,万马彩蛋过去曾以塔洛赢得第52届金马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新作撞死了一只羊独具西藏黑色公路电影氛围,日前在影展世界首映后,口碑不断飙升,俘获许多国际观众,被列为必看受推,更有媒体看完后成赞,并给出九分好评 导演兼编剧万马彩蛋上台领奖时,他表示二度来到威尼斯感到特别亲切且高兴,对我来说,站在这个舞台领取这个奖是特别荣耀的时刻,感谢监制王家卫导演,彭启华,泽东电影,各位投资人,让这部电影更完美, 感谢剧组跟我一起完成了这部电影,实现了我们的梦想,本片监制王家卫第一时间送去祝福,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青藏县,高寒缺氧,人际罕至 这是电影《撞死了一只狼》开始的地方,也是万马彩蛋导演和他所带领的年轻伙伴们走向世界的起点,祝贺万马导演 泽东电影公司监制彭启华一送上祝贺,称为万马彩蛋导演和影片团队感到骄傲 《撞死了一只狼》是一个发生在藏区,但是离你我都很近的故事,讲述了普遍的人性《撞死了一只狼》改编自次人罗布短篇小说《杀手》 和导演本人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将数两个金巴在现实和梦境之中穿梭,在交错人生中找寻自我的故事 该片在威尼斯世界首映口碑不俗,有观众表示被影片出色的影像魅力吸引,很简单的情节,充满诗意,摄影很棒,喜欢西藏文化的人会得到视觉享受 也有媒体在影评中称赞导演独特的手法,万马彩蛋首次进行了类型片尝试,悬疑,公路等元素令影片拥有了强烈的节奏感 藏族导演万马彩蛋获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 则东提供 藏族导演万马彩蛋,又,绿状死了一只羊剧组出席威尼斯营战红地毯 则东提供